江西道一禪師 大家都成為馬子以路的下半部 一日四眾 一日四眾就是他在上唐說法的時候 有一天上唐說法 對大眾說法的時候 說一日四眾您 道不用修但莫誤然 何為誤然但無生死心 照作去向皆是誤然 現在馬祖道一禪師為我們講的這個 道不用修的這個道 就是我們的親近結信 就是我們的住信 我們的親近結信我們的住信 就是所謂的內盤住信 不生不滅 不來不去 不盡也不夠 所以它不是用修的 所以說道不用修但莫誤然 我們如果起了一個稱心 者的一個貪心 起一個誤然的心 就是誤然 所以這個道不用修但莫誤然 講的是這一個方向 你不能說道不用修 那我什麼大家都不用修行 大家都不用那個拜佛不要念 不是這個意思 他講的這個道不用修是我們的親近結信 他本質既直 本質圓滿 但是因為我們起心動念 誤然的這個親近結信 所以說馬祖道一禪師幫我們講說 道不用修但莫誤然 何為誤然呢 他現在還要講說什麼是誤然 但有生死心即是誤然 造作趨向即是誤然 因為我們的起心動念 我們的起心動念中間 起了一個不平的心 起了一個忘心、貪心、誠心 這些都是叫做生死心 造作趨向就是想要做一番事業 想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想要做一番怎麼樣的 這個叫做造作趨向 這個你起了一個動念的時候 一個一個一個這樣的方向出來的時候 你的這個呢 我們的這個親近的學信 它就受造誤然 就是這樣 所以叫做 單有生死心造作趨向 皆是誤然 若益之會其道 若益之會其道 如果你想要 單刀直日的進入了我們怎樣修行的 這個民心見心的法門呢 要怎麼樣去修行呢 所以說若益之會其道 平常心是道 這個平常心是道呢 我們也不能把它誤會說 很多人就說什麼是道 平常心是道 他是講 他嘴巴是講出來 但是他 他根本不能了解什麼叫做平常心是道 那個媽子道義幫我們解釋 何為平常心 所以這個要 要說平常心是道 你都沒有修行 沒有悟道 沒有民心見心的時候 你隨便講說平常心是道 但是你不曉得什麼叫平常心 六指道義幫我們解釋 什麼叫平常心 何為平常心 無造作 無是非 這個就不容易了 無造作 我們每天都在造作 我們每天要去上菜市場 要去公司上班 還有要做些什麼 應該要做什麼東西的話 我們很多事要做的話 不是說叫我們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無造作 就是我們要講到 要欺制我們的平常心的時候 這個平常心是什麼 他現在告訴我們說 無造作 無是非 當然是非就不對了 有的是非心的話 心就當然是被誤斷 無其捨 其捨 想要一個哪一個什麼東西 想要捨掉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好 什麼東西不好 就要其捨心不斷的話 這個也不是 無斷長 無斷無常 斷就是斷內 長就是長 就是長心 死了以後就沒有了 叫斷長心 叫做斷見 人死了以後 還是做人叫做長 長見 無斷見 無懷勝 無懷勝 你起了一個懷夫 起了一個聖人的這個見解 他在講的這個平常心 就是我們的這個親近決心 他本來就沒有這些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把它加上去的 所以他才叫做平常心 你一列未起之前 我們稱為平常心 這樣講的話 大家是很容易了解 很容易棄日 所以何為平常心呢 無造作 無是非 無奇捨 無斷長 無凡聖 故君云 非凡夫行 非聖賢行 是菩薩行 他講的這個 幫我們講的非常詳細 分析的很親自 讓我們很容易了解 什麼是平常心 這個平常心呢 會凡夫行 會聖賢行 是菩薩行 他是這樣 主如今行自作惡 應機借物呢 既知道 這樣的話我們就很容易了 我們現在每天行自作惡 我們早上起來要去吃個早餐 然後要去上班 就是行自嘛 然後晚上回來要睡覺 行自作惡 應機借物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應機借物 喝茶 泡茶喝水 還有說這些 應機借物 禁事道 為什麼呢 那是我們的本心本性起用 叫做本底起用 起用以後呢 我們稱它為道 這個道呢 即是法界 他現在幫我們講 如今行自作惡 應機借物 禁事道 道即是法界 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修行 我們修行就不會有說 變成混呆版 變成什麼事都不能做 不是這樣 比如說你來修行的時候 有人很怕來拜佛 來認知佛門 所以佛門都是空門 進了空門以後 什麼事都不能做 六十八 馬子道一般我們講 如今行自作惡 應機借物 禁事道 禁事道 禁事道是什麼 道就是法界 什麼是法界呢 法界就是我們的 見聞皆知 我們的這些取用以後 我們可以行自作惡 應機借物的這個就是法界 乃至和沙妙用不出法界 為什麼和沙妙用不出法界呢 法界就是一切事物的功能 這些功能 應用的功能叫做法界 若不然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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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圓心地法門 銀河圓無盡燈 他是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怎麼可以講說是心地法門呢 銀河是無盡燈呢 一切法皆是心法 他現在講的這個心法呢 我們很多人會誤會說 我們意識心的心法 他這個心法呢 就是說我們的親近結信 這個東西呢 因為他是無相的 屬相無相的 所以他講到這個心法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們會誤會 有時候我們的意識心 在這個地方 他講的這個 一切法皆是心法 這個心法 就是實相無相的那個 我們的親近結信 因為本體起用 所用出來了 在這個我們的行之作物中間 能表現出來的呢 所以一切法皆是心法 一切明皆是心明 他是以本體起用而來講 講這個說 一切法皆是心法 一切明皆是心明 萬法皆由心生 這樣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 只要你 所以說 道不用修 但莫誤然 為什麼呢 為什麼道不用修 皆無誤然呢 因為萬法皆從心生的時候呢 你如果起了一個念 來阻鎖 來停鎖 阻鎖這些 萬法所形成來的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 所以說萬法皆從心生 心回萬法是根本 這個心是萬法根本的這個心 還是在講我們的本體的意思 我們的親近的決心的意思 故君寅 世心達本年 故好為沙門 這個沙門呢 沙門的話就是道人 也有名叫寢席 所以說 修行人叫做沙門 沙門就是道人 民等一等 因為在修行嘛 所以叫做沙門 沙門叫道人 所以民等一等 為什麼民等一等呢 因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修行 就是道 就是這樣 一切之法皆等 存於無雜 什麼一切之法皆等呢 皆等就是如如的意思 一切皆如如 如如之性 即是佛性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一切之法皆等 存於無雜 若以教蒙中德 隨時自在建立法界 所以我們在明相上來解釋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種 的名言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在四向門來講的時候 若以教蒙中德 為什麼在教蒙中德呢 如果你入了佛門的時候 在教下在諧行的時候 如果得悟道的時候 就隨時自在建立法界 就讓你建立一個法界 建立法界的時候 僭世法界 若利甄如 尽世今如 為什麼若利甄如 你要把它取一個名字叫作 僭如 竭世今如 僭如 為什麼呢 一切萬法 絕�ards 所以叫做 若利甄如 今世今如 若利禮 一切尽是离 若立是一切尽是士 一切法尽是士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名相都是因为 我们的需要来产生 种种的名言 还有这个 不管是尊仁 不管是离 不管是士 士就是在修行的这个法门 我们叫做士 一切法尽是士 己一千从 数理无差 尽是妙用 这是我们本体起用以后 所谓叫做妙用 更无别理 更无别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心地法门 离就是在 所谓离就是心地法门 心地法门的话 就是说 所以更无别理 就是说 皆由心之回转 所有万事万物 一切事项都是由心而回转 毕业有肉干 尊业有无肉干 我们的夜量在挂在天空上 云业高高挂的时候 每一个那个河川里面都有夜的影子 还有还有那个你站在那个夜量下面的话 你自己来看到你 师母 师母的影子 人有人的影子 这是夜的影子的话 具有肉干 但是尊业只有一个 其实是这样 所以尊业比喻说我们的自信 那夜影呢 表示我们在事项上的作用 所以说 那个尊业 夜影有肉干 尊业无肉干 肉圆水 朱圆水有肉干 水性无肉干 所以说水 水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流下来的水 都是水 多名为水 所以叫做朱圆水有肉干 水性无肉干 水性无肉干 都叫水 声楼万象有肉干 西空无肉干 为什么 声楼万象有肉干 各种的那个 一切的那个 不管是山川 植物 动物 还有 这些 各种各样的这些 我们 万事万物万劣 各种各类很多的东西 这是在我们这个 西空之中 而建立出来的这些东西 所以叫做 心楼万象 有肉干 西空无肉干 说道理有肉干 无碍会 无碍会 无肉干 因为你起了智慧的时候 你说的时候 再多的道理 都为了要让你 弃至你的本心 本性 所以说道理有肉干 无碍会 无肉干 种种成立 结由一心 所以有一些建立起来的万法 都是由心 所显现出来的 所以说 种种成立 结由一心 建立也得 少当也得 尽是没有用 建立就是把 你要建立起一个 比如说我们 今天准备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准备到外面去 做什么善事 就是我们就建立起来 那你建立起来 你把它做完了 做完了回来了 也是一样 没有 就没有了 建立起来 建立也得 少当也得 进寺庙 这是你 有你的自信 显现出来的 在外面所表现出来的 各种妙用 所以妙用 尽是自家 所以他在讲的这个 就是都在一直讲 我们的本体 所以 妙用 尽是自家 建立也得 少当也得 尽是妙用 妙用 尽是自家 什么叫自家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 清静学性 所显现出来的 一些语言文字 还有一些事项 所以叫做 妙用 尽是自家 非理真而 有立识 这个非理真 就非理开 我们的真人 绝信 而能够 另外再成立 做什么事情 立识也真 尽是自家体 立识即真 尽是自家体 为什么立识即真 尽是自家体 因为你如果 在这些事项上的话 你如果 你知道这个 都是你的 清静学性 的取用 你随时随时要放下 随时要去启用 所以立识即真 尽是自家体 就是我们的清静学性 所显现出来的 若不然者 更有何人 若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那还有另外什么人 可以帮我们 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 是什么人 还不是你自己的 起心动恋 所引起的 一切法 皆是何法 他现在讲到的 一切法 皆是何法 这个问题就比较 比较有一点点深度 为什么呢 你如果没有悟道的人 还没有大色大悟的人 你的一切法 一切事 就是一切事 一切法就是一切法 你没有办法 把一切法都归为活法 这是因为 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所 等一下最后的时候 那个 马子道一禅师 会更讲得更详细 一切法 皆是何法 知法 即是解脱 解脱即是真人 所以说我们修行 就是一个放下 你放下你的妄想执着 就是解脱 你既然已经解脱了 你的就是你随时随地 跟你亲近 亲近决心的 那个 相互的 那个 就是一切真人自信 启用的时候 就是如如之信 就是你的真人 所以叫做解脱 诸法不辞于真人 所以说 诸法 诸法不辞于真人 就是你所有的 见闻皆知 所引起的 这些见闻 那个 启用出来的话 你的行事之后 都是经真人的启用 所以行事作恶 稀事不辞于用 讲个很清楚的 我们的行事作恶 稀事不辞于用 为什么不辞于用 是我们的 由我们的亲近决心 启用以后 就是叫 诸法不辞于真人 解脱即是真人 诸法不辞于真人 行事作恶 稀事不辞于用 就是我们的重有 我们的亲近决心 出来取用出来的 所以不带时节 金银 金银再再次次 则为有佛 佛是能人 有智慧 善激勤 能破一切众生 以往 他现在讲的这个 再再次次 则为有佛 这个佛 还是讲我们的 亲近决心的意思 如果你把它误会说 为什么 再再次次 则为有佛 把它成为说 好像说有一个 什么佛在这里 那个地方有什么佛 那个地方有什么佛 它长在这个佛 就是我们的亲近 节信所 启用的一些 一些万法 所以叫做 吃再再次次 解为有佛 佛是能人 能人就是 有大的能量 有大的能力 叫做佛是能人 有智慧 它本身 这个我们的亲近 节信 我们的真如节信 它本来就有 既有大智慧 善激情 可以应变 技巧 万变的应付 应付一些各种的事情 能破一切众生 以往 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在迷的时候 对一件事情 执着不放的时候 还是起了某一种 种种的妄想的时候 我们如果把 这些事情先见下来 比如说 有人打电话说 我是司法官 你那个漏税 我要剪辑你 你要费多少钱来给我 你先别紧张 你先静下心来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静下心来 把事情先放下来 能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有智慧 就能破一切众生以往 所以我们修行 有没有好事 修行有好事 我们对一些万事万象 我们如果能够 凡事能够 会归清静的节信 慢慢处理下来 不要紧张 不要听人家讲说 我投资了什么东西 可以赚大钱 好像说 有人讲说 存在我这里一百万 每个月都可以 给你五万块钱的利息 那世间中哪里有这么好的 你要赚什么钱 一百万一天 一个月有五万块钱的利息 那你如果 你领静下来 你领静下来的时候 你想一想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叫能破一切众生以往 吃礼有无等等产等福 有无等福 有是有为法 无是无为法 有就是有 无就是空的一些等福绑 环圣秦敬 你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什么环乎 也没有什么 对环乎也感到排斥 对圣人感到有什么 去追求圣人 这就不要了 人法即空 所以环圣秦敬 人法即空 转无等轮 这个地方 他就讲 吃礼有无等福 你既然是有 能破 你那个在在知识 则为有何 何是能忍 有智慧善机勤 能破一切众生以往 吃礼有福等福 环圣秦敬 人法即空 转无等轮 这个就是说 我们明心见性 悟到以后 人做了事情 冷静下来的时候 静静下来的时候 你不会再 一直往外追求 而且你追求了 错误的方向的时候 产生种种种的困难 还有种种的困扰 所以我们这个佛 如果你修行的人 会归你的清静洁信 智慧有智慧的洁信的时候 你对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比较冷静 这是修行的好处 不是说来到 进入侯门 这个空门有什么不好 这个空门 就是叫你对外边的事情 要有冷静的处理的功能 所以说 所以叫做 知里有无等苦 凡胜勤进 人法 既空 转无等轮 超以适量 所作无碍 是里双通 这个地方 既然是你已经 明心见性的人 你对世间法 对一些情感 还有对一些的那个见解 会有超越了你的 那个一般人的智慧的时候 所以说 叫做超以适量 超以适量 就是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 你有那个大智慧的现前 所作无碍 为什么所作无碍呢 因为你 你很冷静地处理事情的时候 对什么事情 该做不该做的 你会很亲持 所以 是里双通 如天起云 忽有还无 虽然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 好像天 忽然来一片白云 但是等一下白云又没有了 呼有还无 为什么还无呢 因为本来那个亲近邪性 本来就不是足足在这个地方的 你要是起的时候 我已经有大智慧了 我已经明心见性了 我已经是怎么样了 那又是你 这是马子道义告诉我们的 所以叫不留踪跡 有如化水成文 你这个水上化了怎么样了 都不能成文嘛 所以说 如天起云 忽有还无 不留踪跡 有如化水成文 这个东西呢 说 你在修心过程 你有得到了大智慧的时候 你也不能 每天说 我有大智慧了 我怎么样了 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不生不昧是大吉昧 不生不昧是大吉昧 为什么不生不昧 大吉昧呢 这个就是比较深沉的意思了 为什么叫大吉昧呢 那一盘自信 本来就不生 本来就不昧 所以 叫做不生不昧 所以叫大吉昧 代禅呢 名为如来藏 如果说 我们现在 来讲呢 说我们有一个第八 也是我们称他为如来藏 这个如来藏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种空性 他是拿不出来的 拿不出来的 这个如来藏呢 这个第八阿拉也是呢 他本身具有大智慧的功能 所以吃产呢 耗为净法身 他转换出来的时候呢 一切的功能的时候呢 变成我们的法身 我们可以非常的轻慈的 来看走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轻慈的 开车的时候 看到红灯 我们就会停止 走到那个 那个大河之前 前面都是大水的 我们就会停止下来 你不会再掉 再掉下去 走到那个断癌的时候 我们也会停止下来 碰到汽车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抖 所以这是叫做 这是叫做吃产的 好为净法身 体无增典 再这样的话 它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也没有大 能大能小 能大能小的话 就是能够启用的时候呢 能够用出来的时候 我们成为大 能够退长以密的时候 叫做小 能荒能廉 能荒能廉 应物现行如水中业 因为智慧嘛 智慧就无形了嘛 所以能荒能廉嘛 那个水物现行如水中业 水中的夜量也是因为 水中夜量显生出来 但是夜还是夜啊 是不是 滔滔应用不利跟苗 不进有为 不住无为 为什么呢 你如果说起这个大智慧 你要用有为法来 特地来要去把它找出说 你这个智慧从什么地方来的 它找不出来了 不住无为 你说它没有作用吗 它是有作用的 有为是无为之用 无为是有为之宜 不至宜 故云空中无宜 心生灭意 心真如意 心真如者 有如明镜照相 它现在讲这个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说什么 不住有为 不住无为 有为之宜 不至宜 故云如空 无所宜 心生灭意 心真如意 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清静的决心 我们的智慧 你要说把它停在某一个地方 没有 它没有停的 它没有停不住的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说 一无所思而生其心 我们的智慧是随时现行的 所以心无灭意 心生灭意 心生如意 心生如者 有意识明镜照相 我们 我们常常都用这个镜子来比喻我们的真如 像我们看到了一个镜子的时候 我们去照相的时候 看到了我们去照那个镜子的时候 镜子它原来如如不动 但是你去照的时候 它马上显现你的现象 它本来就有那个功能 镜子本来就有那个功能 你去照的时候 它也没说我要照你 但是它 你去镜子的前面的时候 它马上你的现象全部显现出来 那比喻说 镜子异于心 像异自法 若心其法 即色外因 所以它在用这个镜子来比喻说 镜子就是好像像我们的清清洁清 那我们 那个 去照那个像的时候 像一出来的时候 意为法 为什么呢 镜子就是有照相的功能 所以法就是功能 若心其法 即色外因 如果你 你用你的镜子的心来去取这个法 来 反而向外追求这个法 即色外因 即色生灭意 变成生灭了 我们变成追求外面的事项的话 叫做 即色外因 即色生灭意 不及以法 即色镜子异 如果 但是呢 我们虽然这样讲 但是我们在 凡事在起作用 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虽然不及以法 但是我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主要不 虽然有所作为 但是呢 你不执着 做完了就放下 所以不及以法 即色生之意 生文耳文 活性 菩萨眼见活性 有人是因为文性而悟大 有人是因为眼见色而悟大 所以说 生文耳文 活性 菩萨眼见 活性 所以悟大了 我们迷心见心 悟大了 禅宗在悟大 中盟在悟大 的这个过程 有 有见文结智而入的 有眼睛而入 有 从耳朵而入 有的是 有这个 知识 知识 所以 所以 见文结智都可以悟大 所以 他这个讲的是 生文耳文 活性 菩萨眼见 活性 了达无恶 了达就是你主要悟大了 你一定要明心见性了 本来这个就是如如之之信 无恶无别 就是这个样子 名为平等性 信无有疑 用者不同 因为我们的自信 不没有什么 有 没有什么差别相 用者不同 因为要应用的时候 才有这个见文结智出来 这个有疑就是 这个了达无恶 明、平等性 信无有疑的话 用者不同 就是因为见文结智 都可以悟大 都可以入佛 是知见的意思 再迷为A事 如果你迷的话 我们称它为事 再悟为智 你悟大了以后 就是你的 你转后来了 把那个 前五四 转成为 前五四 转成为神所作诸 第六一四 转成为 妙干杂志 莫娜四 转成为 平等性诸 第八 是转成为 大言性诸 所以悟了以后 我们称它为智 因为前五四 眼耳鼻泽生 是转成为 神所作诸的时候 本来是 我们讲到 掩饰而是 在现在转成为智的时候 叫做成手作诸 所以在悟为智 在谜为事 顺理为悟 顺事为谜 这个叫做 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有一个理 事项以理来做事的时候 叫做悟 那如果你做什么事情 不在理上 来建立着你的 要做的事情的 目标的时候 而且随着外面的事情 去走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谜 谜 谜 谜自本心 悟者 悟自本性 所以这个谜 谜跟悟 其实都是你的心 起的分别之间 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亲近邪性 本来就也没有悟 也没有谜 谜 谜和悟 是因为我们不绝的关系 一悟永悟 不复更迷 这个是在讲说 我们明星见 传宗 中文讲的时候 一悟永悟 不复更迷 就在讲 这个明星见性的事情 如日吃时 不合以暗 智慧日吃 不以烦恼 暗记 所以说我们把 把这个光明 比喻为智慧 把那个 昏暗 比喻为烦恼 这是因为 由这样来比喻说 因为好像太阳出来的时候 光明里天下 我们称它为智慧 智慧日吃 所以 烦恼来的时候 就好像说 满天乌云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 盖了我们的这个智慧 就是意思 了心境界 妄心即词 妄想即词 妄想即词 即是无声 所以说我们在修行 为什么叫做 施修 因为 只要不 摸污染 为什么有污染 我们妄想心 就是污染 所以妄想心 一词的时候 我们就回归 回归来 好像说太阳 在我们的 西空中 因为有乌云来 乌云来比例 说是妄想 还烦恼 乌云来的话 把那个太阳盖制了 盖制也要变成 就昏暗了 昏暗我们比喻为妄想 但是 你把妄想放下 把怀恼放下的时候 太阳又好好了 那太阳好好了 在那个 本来就 他本来就不生 本来也就不灭 所以叫做 即是无声 法性本有 有不假修 这个法性本有 有不假修 这个 这个比喻 我们很多人都会 都会 都会 会那个 比如说我们 本来眼睛就具有能见的本能 耳朵本来具有能闻的本能 舌头本来具有味道 被判断的本能 我们的身体本来具有 冷热接受的本能 这些不用修的 所以这个叫做法性本有 有不假修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个 什么叫法性的时候 你又会 照到什么叫法性 为什么叫不假修 禅不死坐 禅不死坐 坐己有轴 若见此理 真正合道 随言度入 在这个地方的禅不死坐 我们不能说 不要坐禅 不要打坐 也不用修行 这个禅 他讲的是禅 禅信无知 无知之心 如如不动的心 他不是你要坐 是行住坐 本既有禅 所以这个禅不死坐 不是说叫你不要修禅 也不是说叫你不要打坐 他是讲说 这个禅的意义 真意他不死坐 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才有禅 那你站起来禅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禅是在行住坐 中间来体会出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从建文结诸里面来误入我们的真如结信的时候 所以他叫做禅不死坐 坐即有拙 因为如果说 因为马子大会当时其实在那个南叶的时候 就是在那边席定 席定你每天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麻棚里面坐在整边都不动 那怀隆禅是去度他的时候 他悟到以后才说 原来这个禅如果每天都 整天都坐在那个地方才有禅 那起来禅就没有了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禅不一定要每天坐在那个地方动都不动 但不是说叫你不要坐禅 这个要分清磁 坐即有拙 如果说你勉强一定要有一个 一定要坐在那个地方坐多久的话 才是惨的话 那叫说有执着在那个地方 所以坐即有拙 若见此理 真正合道 随言度日 你修行悟道的话 明清见心以后的话 你随事随地都是佛心作用的时候 所以叫做随言度日 坐起相随 为什么你的智慧跟你坐起相随 这么简单 为什么叫做坐起相随 你不拿你的智慧就跟你坐起相随 哪里有什么离开你 根本没有离开你 是你自己不知道 是你自己妄为 是你自己有妄想 自己自己有执着 所以如果你放下一些妄想执着 而且能够真正的明信见心的时候 你清静觉醒你的智慧 跟你坐起相随 借行增心 急以静略 他就讲了说 你如果悟道了以后 你住在喝他你就有戒 你住在你就有行 所以你随时随地 你做的事情都是佛事 都合乎以道 但能如是 如果说 马子大会讲说 如果你如果能够这样 像他所讲的这样 合律不通 哪里有什么地方不能通顺的 哪里有地方不能为心见信的 哪里有地方不能让你成就活到的 所以莫久力尊重 叫你们尊重 这个诗就是马子大一禅诗 以征连诗连 征连诗连是西元七八八 那一点是悟成连 那是唐德宗李诗 诗是师父的诗 和唐德宗李诗的连号 在西元七八八悟成连的正业中 登建昌师蒙山 建昌师蒙山是在江西宜城的静安县 那天他去登这个 这个山应该不是很高 我没有去过不晓得 应该不是很高 他是去登山 登建昌师蒙山 以临终今行 建栋后平胆 因为他在山中的森林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 有一个栋后平胆 因为石蒙山音本来就有很多栋 很多山栋 建栋后平胆 为四者耶 五之首职 当以来月归职地 地义 那个 马子道一他说 跟他的四者讲说 五之首职 就是说他的这个赤身 当以来月 当以来月就是下一个月 当以来月 下一个月是几月份 一月份的话 下个月就二月份 当以来月归职地义 就是说他会在 他意思说他远起以后 要在那个地上建个塔 怎么样子 这样的意思 集归学士集 士集就是说 回去以后 就说他身体不好 燕子问 他是他那时候的 这个试验的燕子 就问他 何上进入 尊后如何 看他说他身体不好 燕子就问他说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尊后如何 尊后如何 就问他 来请他 这个燕子 燕子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寺庙的主人 的那个主持 那个燕子问了 和尚进入尊后之后 尊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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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尊后之后 尊后之后 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所以这个谁都选送的 日变后 夜变后 五帝三皇四合乎 二十年来 真苦心 未经 未经 基下 昌隆窟 区 区 看事 明眼纳真 莫亲夫 二月一日 他不是说来月吗 所以他一月份 二月份 二月一日 沐浴家 佛日昧 四寿八十 生辣六十 圆河中 追忆为大吉禅师 这是我们 麻子大一禅师 在公安 从公安到他的乙路里面 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日变后 夜变后 要好好去参 为什么 麻子在最后的时候 问他身体如何的时候 他会讲说日变后 所以这是我们修行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虽然那个 这个这个 血斗玄 帮我们 有下了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 宋 说日变后 夜变后 五皇三帝 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来争苦心 未经基下长隆窟 看事 明眼纳真莫亲夫 就是二月一日 沐浴家湖日昧 四收八十 生那六十 银河中 追忆为大吉禅师 以上是 八十到一的公安 跟他的那个广路 谢谢各位